《猎王记》上第十九章 雅哈把以利亚所行的一切 和她用刀杀死众先知的一切事 都告诉了耶喜别 耶喜别就差派一个使者 去见以利亚说 明天这个时候 如果我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一样 愿神明惩罚我 并且加倍惩罚我 以利亚害怕 就起来逃命去了 她到了犹大的别市巴 就把自己的仆人留在那里 她自己却在旷野走了一天的路 来到一棵罗藤树下 就坐在那里求死 说 耶和华 现在已经够了 求你取我的性命吧 因为我并不比我的列祖好 她躺在那棵罗藤树下睡着了 忽然有一位天使拍她说 起来吃吧 她张眼一看 只见头旁有用炭火烤的饼和一瓶水 她就起来吃喝 然后又躺下去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回来拍她说 起来吃吧 因为你要走的路程太远了 于是 她起来吃喝 靠着那食物的力量 她走了四十昼夜 只走到神的山 就是和列山 她在那里进了一个洞 就在洞里过夜 耶和华的话 临到她说 以利亚 你在这里干什么 她说 我为耶和华万军的神大发热心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 拆毁了你的祭坛 用刀杀死了你的众先知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在寻所 要取去我的性命 耶和华说 你出来 站在山上 在我耶和华面前 那时 耶和华从那里经过 在耶和华面前 有强烈的大风 山崩石碎 但耶和华不在风中 风过以后 有地震 但耶和华也不在地震中 地震过后 有火 耶和华也不在火中 火后 有低违柔和的声音 以利亚听见了 就用自己的外衣蒙着脸 走出来 站在洞口 忽然有声音向她说 以利亚 你在这里干什么 以利亚说 我为耶和华万军的神大发热心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 拆毁了你的祭坛 用刀杀了你的众先知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在寻所 要取去我的性命 耶和华对他说 你离去吧 从你来的路 回到大马士革的旷野去 你到了那里 就要高哈靴做亚兰王 又要高宁氏的孙子 耶护做以色列王 还要高亚伯米和拉人 沙法的儿子 以利沙 接续你做先知 将来 逃得过哈靴的刀的 必被耶护杀死 逃得过耶护的刀的 必被以利沙杀死 但我在以色列人中 留下七千人 他们全是未曾向巴力驱过膝的 也未曾与巴力亲过嘴的 于是 以利亚离开那里去了 她遇见沙法的儿子 以利沙正在耕田 在她面前 有十二对牛 她自己正在赶着第十二对牛 以利亚走过她那里去 把自己的外衣 披在以利沙身上 以利沙就撇下那些牛 跑在以利亚的后面 说 请你允许我 与父母亲吻别 然后 我就跟随你 以利亚对她说 你回去吧 我向你做了什么呢 以利沙就离开她回去了 她牵了一对牛来宰了 用套牛的器具 把牛煮熟 就分给众人 他们都吃了 然后 以利沙就起来 跟随以利亚 服侍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